今天我们来学习怎样用水彩给漫画人物的脸上色 如果您想直接给画好的画上色 您可以跳过画人物脸部的过程 但是绘画中所使用的线条会因上色的需要而产生变化 我们先从勾勒脸部线条开始 因为是漫画风格,所以不用太写实 棱角不必太突出,可以圆滑一些,粗略地画出耳朵 然后画眼 想要使线条在上色后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 一定要保持画作得干净,不要画太多的线条 简单地画出嘴和鼻子 立体感会在上色后显现出来 画眉毛 然后头发 以同样的风格画出大体轮廓 然后您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并且在上色后再建设 并且在上色的流略 并且在上色后 并且在上色的大体轮廓 并且在上色也不再展现 并且在上色的现录像 并且在上色的图表 并且在上色的顿条 并且在上色的画面上色 为了展示稍后上色的技法 我们给人物穿上一件高领毛衣 现在加入一些最后的细节 比如头发里的线条、耳朵和眼睛 不要忘记给眼睛填出阴影 第一步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加重线条的颜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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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